这张图上比较适配的 但是对于谢文杰来说嘛 相信光的人运气都不会太差 没错 但是你在这一局比赛里边相信光 他能不能够为你带来运气 这个不好说 但是在后续的比赛里边 有可能这个运气会碰上你 是的 而这边 你可以说是我们在今天 所有对决当中 赛车使用率最高的一场比赛了 花样最多 四辆不同的赛车 我们来看一下起步 起步的话应该不出意外 这是没有意外的 加速带一踩子人就跑了 是的 然后第二轮越偷挖 现在套餐 跟着了 对这都是能想象到的开局 但是小塔的这辆新黄 似乎在开局出现了一些问题啊 对啊 刚才我还在想 其实新黄也算一半的这个起步车嘛 是吧 但是 起步确实落得有点远了 有四秒的差距 这对于他来说确实压力很大 而紫甸现在的这个路程 对于他来说确实没有什么压力 不管是赛车也好 还是说自己在四十秒当中的一个完成度都非常的快 这场比赛我觉得记录是完全有机会的 对对刚才我想提这个事儿 刚才沈刚打破的 看一下这一局紫甸 比之他的记录会快多少 有一个小的拖飘 但是影响不大 我的问题吗 有可能 他的问题吗 他的问题更大一些啊 这里的一个ECU 之后的弹射 这次的弹射没有出现失误 而最后的成绩的话 一分 10秒23 差弹的没点 不过在这次比赛 没有任何压力 拿下了第一 而身后跟的是月头娃 这两十天饕餐 那接下来就要想办法拿出这样孙悟空 还是说想要打自己的强势赛道 都是可以的 现在这样其实就有点尬住了 对 三辆孙悟空 对 你如果打孙悟空的话大家都有 但你如果不打孙悟空的话 你的选赌权将毫无意义 或者就是像刚才的沈一样空港 我有这种能力 我就打这种图 我觉得是可以的 像空港苏格兰场 要不要去尝试挑战 就是不是说他的能力就在空港上 但是他一定有 他能力范围之内最强的那张图 对 我觉得每个选手 来比赛之前都会有一张 自己的学队王图 而这张王图就会是 他非常有信心 能够拿下这一分的救命稻草 而在本局当中 我们也看出了 卷得非常的厉害 只有一辆 孙悟空来到了科隆大教堂 而其他三辆都在等待着 能够出手时 他一定会出手 其实有点形成了 月头娃 谢文杰和小塔三个人之间 互相较劲的这样的一种感觉 是的 因为在首图没有拿机甲的话 其实我们会默认 好像是你把机甲有留在更适配的赛道上 那如果三个人都是这样的感觉的话 可能他们仨对于那一分的争夺将会非常的激烈 就也不知道紫电拿到这一分之后开不开心 觉得他开心嘛 开心点在于这局他拿下了 但是他担忧的是后面还有三辆送付攻 他这一分拿到了一定能令他开心一些 但是从对手的这个用车 我觉得他应该有一个心理准备 就是这一局不会简单 这一整局可能 甚至说 因为我记得之前的比赛最多是一场打了六局 4-1-1-0 这有可能要破这个纪录的 来了 公会鼓鼠 孙武峰 两辆孙武峰 一辆原级之星 小塔的话是选出了原级 然后紫电这边你看 紫电这一局的风格又跟他们不一样了 紫电其实现在的拿法就很职业化 对吧 前两局咱们就说职业化 大家在这张图上一般用什么车 他就拿什么车 但是剩下的三个人就必须要稍微绕开一点常规思路 或者说职业的那种思路 毕竟这辆赛车在这张图上面的差距还是很大的 但是两个孙武峰一个原级 到底谁优势谁劣势 这一定会有一个机甲拿第三的 没错 来看一下本局比赛的起步 特级起步还是两个孙武峰 踩了加速带之后要更快一点 然后紫电再钻了一个小坛内线 月头娃也是在自己选择的赛道当中 起步十秒内也是来到了领跑 真的能来节奏上 月头娃还准备蹭墙了 这里的一个出弯上墙 谢文杰反倒来到了第一 而紫电的这场天行者跟在了第二名 出弯还好这里的淡前雪跟上了一个ECU 但是谢文杰的顺风在这里还是很强势的 不过在这里的一个卡位上面 紫电反倒是卡到了小塔 而现在月头娃也来到了第二名 不过对月头娃来说 ECU还没有释放的情况下 他马上就会有机会反超 是的 手里面还多一个ECU 这样的话后边想要反超应该不是什么问题 不过后边的小塔跟谢文杰两个人失误有点多 如果这么大截的话会失去对第二名的争夺 再做卡位 两个人不停的卡位 两个人都没有掉落 不过月头娃手里面这一个多的ECU 包括一个手里面的优势 稍微拖一下没有关系 在这个弯道 紫电选择了一个快出过来之后 想要再找一下月头娃的路线 但是来到后半段 月头娃还有一个加速带 最后终点线前对于紫电来说只能眼看着月头娃上线 而这局让紫电拿到了第二名 这是一个很坏的消息 对剩下的两位开机架的选手而言 这是一个非常坏的消息 是的 而就在这样的一个结局下 对于紫电来说 他甚至拥有着这样的选途权 那他我觉得也会是难途了 会选择同车的难途吧 你说对于谁来讲 紫电啊 紫电来讲的话 我觉得很有可能就延续着沈的那种风格 就是大家也不要想说让机甲了 咱们就拿出六七星这种同车的打一打 对 但是 真的有一种他在压力剩下所有机甲的这种感觉 天行者这局1分13秒9 仅仅跟着前边这辆领跑的孙永空 甚至一度利用自己的ECU形成反超在形成卡位 这场比赛 其他最少不好打 这就是实战当中的一些经验吧 对 而对于月头娃来讲 其实 当然能增第一是最好的 对 其实月头娃你看他在起步十秒当中还是一个领跑 但是就在中段那里要下去的 淡气延续之前的一个诱弯失误了 导致他掉到第三名的情况下 他依然能够跟上 反倒还拿到第一名 说明什么 他对于这张图的一个熟练度是非常高的 对 我的意思是 他如果跟紫电现在俩人就去争第一 这是最好的 争不了第一的话 就送紫电走 嗯 是吧 拿一分 在这一局比赛里面目前只有他是和紫电有一分的嘛 对 如果说拿了一分之后 这场比赛排成第二 那是很专的一件事情 当然啊 极小概率 就是在后边去两天基本赛打完之后 如果大家去排名次 有打平的队伍可能会比到这个第一冲线率 对吧 那你当然是冲线次数多一点要好一些 没错 但是在这样的一个混战模式下啊 确实能够拿到这样的一个选择到的超前基地 我直接上原级之心啊月头娃 自信及巅峰 诶 但是能多拿一分是一个真的 呃 呃 那这样双声也慢啊 看一眼吧 这一局 没想到啊 这个主动选择和我们所试想的不太一样 超前基地 我想一下啊 哦 之前在他上一次参加的时候也没上呢 嗯 对吧 这张图是已经快接近连总的时间才上了 对的 大家看一下本场的一个起步 这个起步 新闻级还是比较快的 但是这个弯固的不好 被时间直接反超 但是月头娃品介着自己的赛车 以及自身的熟练度 现在也是跟到了第二名的位置 而谢文杰这边的一个氮气节奏 明显又出现了问题啊 再拖 对于这张图来说 节奏一乱 那你的氮气延续就会出现问题 是的 月头娃这辆原级之心发挥到了极致 在这段路反超到了子电 找路线 延续 这里的话能够稍微跟月头娃拉短一点 但是接下来月头娃 在直线速度上还会进一步占据优势 是的 这一分对于月头娃来说 只要能够稳住的话 2比1的开局 甚至说在后半程 可能都会比较稳定一些 月头娃跟他东方飘下来 应该是稍微拖了一点 时间又被缩短了 昨天这边也断过来 0.2的检查 细节的一个弹射 继续坐单前去落地下来 跟车一个ECU过后 两个人的节奏都非常的好 还是那个问题 腰平 长延续之后的速度 子电是拼不过月头娃的 这边抢一下路线 路线抢到之后 月头娃还是凭借着自身的一个速度优势 来到最后的路线对抗 看一下子电和月头娃 还是这辆机甲完成了抽线 没办法 没办法 这个叠了小喷之后的这个圆机之星 他的速度不是你不同意射能比的 没错 尤其是在这种非常考验速度的直线赛道上面 对于这样圆机之星来说 速度才是唯一意义啊 对 结束就是艺术 没错 这场对于子电来说 他一些细节做得是非常好的 嗯 长得非常漂亮 对 然后包括这对抗 做得都很好 但是 确实速度上会存在一点差距 我觉得他可能也没想过 说打一张图之后 有人直接抢起机甲 真强啊 月头娃就是敢去选 那接下来对于月头娃来说 子电来选择元机之星了 对 这两局在子电和月头娃赛车之间存在一点差距的情况下 月头娃确实是能够压制子电一头 嗯 嗯 但是也能看得出来 月头娃整体的完成度其实也是很高的 嗯 对吧 强出一些的可能是赛车特性 但同时论操作的完成度上其实也没差特别多 所以说我觉得这一场可能他对子电来说确确实实也算是一个对手 嗯 那接下来子电再把他的优势给打出来 看一下这一次如果他在哪里踢车的时候 然后面对月头娃的A会是什么样子的 我觉得元机之星一选出来 乌山峰赢的这个概率会大一些 嗯 而对谢文杰和小塔来说 其实 无异于啊 这局月头娃的选择 给他们伤口上散了把盐的同时 也给了一点点的机会 嗯 就是下一局如果子电真的打了元机之星的话 月头娃这个第二是很难拿的 他没有了 对吧 哪怕他拿出去的未来去打 也不一定能够拿到第二名 是的 所以说谢文杰跟小塔是有机会去争取一下选途选 甚至说拿第一啊 对吧 感觉在这场比赛上面月头娃对于这场比赛的争夺还是有想法的 他想要通过自己的赛车优势来创立自己的得分 嗯 因为我们对弹博的这些人呢 解说的比赛多一些 更熟悉一些 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程度 所以说我们会觉得啊 可能他们在某些层面上是比较强的 但是对于新选手来讲 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抱着敬畏之心的 他们是非常有潜力的 小塔的话是又是拿出了序列未来 对 他已经将自己的机甲全部使用完了 还有一架奥利娜 这对于他来说是唯一的选择了 他的元旗之星用了 是用过了 对 看一下这一局 没办法了 对吧 两个元旗之星在这一局上会天然占据优势 没错 这场的开局 谢文杰来到了第二 而子天确实选出了这张赛道 就是非常的自信 起步15秒左右的时间就领先0.7啊 这个就是纯手速优势啊 手速和路线 看下刚才两位选手在这里的转向上面出现的问题 在这次谢文杰转得非常好 他的路线要比子天更好 0.2秒的差距 翘过来 前面子天有点拖 但是连大道的谢文杰 这一幕在联赛上面我们也见过 是的 早早下去了 我刚才这一下 其实完全是因为子天的失误而导致的 但是对谢文杰来讲的话 确实再次距离被拉开了 而小塔的话 现在的这个距离也确实又拉远了啊 没能够跟上前面的月头娃 对 月头娃的话 AE车正要生生啊 是啊 再远去 这一次再转呢 哎 早了 太快了 对吧 就很明显知道刚才自己转的不好 被追上了 所以说这次早点转 这早了 火墙 差距离过了速度 嗯 不过后面谢文杰其实追的也非常近 谢文杰跟的好近啊 我们过来 一个点条完成出现 1分30秒 25最后小塔也是 将机甲拿到第三名的位置 是的 还是没能让月头的这一个A车啊 然后一个比较靠权的女士 是的 那么谢文杰来选择下一张赛道 哎 两辆原机之星的对抗 两辆原机之星的对抗 在本局比赛当中 其实也是在这一段 洛丽下来过后路线很好 他 紫电的个人失误 对 紫电拖出去之后 然后自己往回拉车的时候 正好跟谢文杰撞到一起 对 那这么看的话 其实紫电这一个弯 还是存在着一点点 技术上的不完善的 嗯 有点着急了 就是他从延续过来跳过去走近道 然后硬转在这一条路上 他的路线不是说能够每一次都跑到最好 所以说他每一次在实战里面都在找 第一次晚了一些 第二次早了一些 两个二 两个零 啊 感觉上现在其实分差已经变成了两个T级 是的 这样的话 其实会让后面的两位选手 有一点难受 啊 因为他们现在 去抢一分 就已经需要绞尽脑汁去想该怎么车了 而如果只拿到一分的话 他们也只能到达到第三 想要再进一步的话 他至少要连追两分 嗯 而就现在而言 即使有一个选手连去拿到两分 这场比赛也已经是六场 啊 对吧 就是今天算是打的比较多的了 没错 主要就看谢文杰该怎么去选择赛道了 对 因为他也需要这一分 而月头娃现在已经拿到了两分了 而他的机甲的使用跟子甸是几乎一样的 对的 诶 他的孙悟空 孙悟空在孟威鼓鼠用的 对 那两根的机甲是一致的 对 没办法了 打什么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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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 谢文杰这辆创世世神 反倒是来到了第二名 如果说让这辆创世世神 能够拿到第二名 且有选途权的 因为一个投票 上墙了 但是这也只是第二名 这个断空票也没断好 谁边有个第一的呀 有个子颠的 子颠马上就要赛点了 这个时候谢文杰拿再多的第二没有用 他再没有分数 是的 马上来到最后了 只剩直线的情况下没有什么超出点 这样的话子颠再拿一分 来了一个53 谢文杰这辆创世世神拿到了第二 但是他并没有分数 而现在的月头娃 两分 3200 月头娃也很清楚 我卡住你就行了 对 我帮子颠开路 这对于 月头娃来说 他其实也没有那么大的心理压力吧 你看刚才 创世世神被挤在了一个机脚嘎拉里 对 创世世神被挤了 然后其他的这个 石区也没喷了 哇 这里连续又丢弹器 然后断空票速度也受影响 很伤 但是 其实没大关系了 有一个人来到了赛典 而那个人是紫爹 是的 而接下来的选择权是交给了谢文杰 对 谢文杰是没有取得到分数的 但是他这一局 利用创世世神 又给自己多了一个 时序时者这样的一个优势 也是场上仅有的时序 翻手打一号公路 对不对这种 那我觉得很有可能奥利娜就要来了 看看 强拿的话奥利娜 不拿的话就这个智慧女神 智慧女神是一个比较稳头的选择 对 这一局大家 或者说我觉得这个谢文杰车是真敢用的 主要是他确实拿出来之后还能取得第二名 就是他对于这张赛道的一个个人理解 尤其起步慢 你一直说的起步他被顶了 但是也是前面的人呢 一直有点小失误 紫电的53其实在现在也 呃 整个算是一个不错的成绩 嗯对吧 其实要提升的话 还有非常多的空间 我选出了西湖 三高零啊 一个实际时射 谢文杰似乎 给自己设计进去了 是有概率直接结束比赛的 我只能这么说 这是一个很危险的选择 对 但是自从看了刚才的云梦泽过后 我相信对于谢文杰来说 他有东西 至于这局西湖的东西多不多 就要看他的表现了 而且起步他对抗吃亏 你看他开局的时候往左侧 他必须要躲这个 个人的操作失误 让他在起步的第一个氮气 就丧失了和前车的对抗 而且美格兽的话 刚才一个是月头娃的 落地的时候也稍微撞了一下墙 把第一名再次给到紫电 紫电来到领跑 这里落地的一个压车 再开氮气过后 看后面的一个ECU 其实这张图的话 相对来讲就是看空车了 对吧 因为奥林纳的特定出发之后 其实氮气动力会比较足 非常的快 对 而现在的话 又是拉开了两个T级 后面两个人都掉出了两秒开外 只剩月头娃跟紫电 他们这两个人在前边 对月头来讲的话 可以争夺第三分 但是现在他在做极限 后面又点了复卫 谢文杰在这个U1的台阶处 似乎跌倒了两次 前面紫电出现了失误 路线稍微弯了一点 月头娃是机会 顶到了 顺带影响到了紫电路线 但是紧接着两个人左右的卡位 这一个ECU的释放过来之后 月头娃蹭到了 但是这里 一个侧身的弹性延续 让他的路线有点歪 而最后又是一个长直线的对比 对于紫电来说 在这一局比赛拿下第一 没有什么悬念了 可以恭喜淡薄紫电 没有任何的悬念了 在两圈 那个ECU释放完之后 谢文杰 不是那个月头娃 他的那个侧身延续 第一圈其实还好 第二圈角度就有点大了 对他想拉一个侧身过来之后 延续上继续下跳台 但是很明显 撞到了右墙过后啊 就和紫电的速度之间 发生了非常大的差距 让紫电在这一局比赛 也是成功地拿下了胜利 是的 那这一局的话 其实对于月头娃来说 还是能接受的 自己还是拿到了 比较好的一个理想的成绩 对 但是最后这一局 西湖的奥利纳 是让谢文杰的这辆 实际使者没有任何的发挥空间 是啊 我觉得在这场西湖的选择当中 可能他也会去考虑 对手是不是会去拿出 这辆奥利纳 但是很明显 其他参加者都拿出了 这辆机甲 而自己选出了实际使者 他有自己的想法 而在第一个弹季开完之后 这个想法就扩免了 对 因为我们在比赛里面 看到了更多的奥利纳登场 像今天就是正反11成 对 对吧 然后可能说是 长直线偏多的赛道 因为他的这个特性叠加的话 其实整体 但其速度和动力都很快 所以说可能直线越多 对于奥利纳来讲 优势会越高一些 但是西湖很明显 和我们印象当中的 这样的赛道是不匹配的 是的 在这个西湖的比拼当中 谢文杰也是吃了亏 不过在刚才的云梦泽 上面凭借着自己的一个 创世世神拿下了第二名 我觉得他的这个选择 是足够大胆的 而同样我觉得 正是因为他的大胆 在西湖当中 选出了这辆持续使者 如果说他能够拿下第一名的话 也许比赛还能够继续 但是没有如果 但博子电并不会给到 对手太多的机会 比分也是4比2比0比0 在打了六局结束之后呢 其实大家会发现啊 六场比赛 六个冲线车里边 五张图是机甲 对 对吧 只有一个 龚孟泽是实训 就在混战里边 还是谁得机甲 谁就有极大的概率 拿到分数 是的 同样我觉得这也是 我们刚才在看到 首途科隆大脚堂当中 四位选手的一个用车 也会有一定的差异 对 所以说 呃在第一张图 大家很明显有了一些 小心思之后呢 紧接着 得看看你这个心思 能不能够真的转化成分数 那有些人在第二张图里边 比如说梦灰谷鼠 就拿出来了 但是没有取得分数 那些你第一张图 你都不如拼一下 嗯 对吧 因为最起码第一张图 是你已经知道了 练了很久的一张手图 好的 那前方采访已经准备好了 让我们把时间交给采访期吧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采访期 我是禅师 现在站到我身边 那是刚刚获得小组投名的 淡泊子爹 爹老板 先和大家打招呼吧 大家好 我是淡泊子爹 啊 大家可以去翻一下 全国军赛 SE我们两个站在一起的时候啊 小伙子也涨卷 啊 这个真是吃得好 年轻真好啊 想问一下 上一届公开赛的双冠王 哎 这一次又来到了S2的舞台 怎么样 是不是线下比赛的感觉很爽 对 线下还是很有氛围的 很享受这个舞台啊 那这一次 其实也是带着光环来的 跟上一次感觉不大一样的 会不会心态上 也会产生一些变化呢 嗯 跟上次不太一样吧 因为这次的对手也不太一样 对手也不太一样 那如果要是两个 做一个难度对比的话 你会怎么说 刚刚沈说 这一次是噩梦难度的 你觉得呢 我觉得也是 你觉得也是噩梦难度的 哎 刚刚跟沈也聊了一下啊 这一次沈也是参加了新人王的赛道 其实这一次紫爹也是有机会参加新人王赛道的啊 怎么说把这个机会 这是让给大哥呀 还让给老弟了呀 因为沈是我们对那个大哥 平常老是压力我们两个人 不敢多嘴 也说了啊 沈说如果说你们两个没有拿到小组透明的话 他可能直接狂喷你们啊 那这一次拿到第一也算一个交代 有没有什么话想要跟他说一下 嗯 不要骂我就好 沈还是温柔一点啊 你看给老小小弟吓了 还有一个比赛过程当中的问题 我发现这个 这一次先加了两张赛道 一个云梦泽还有一个赤城鸿夜 云梦泽选举率还是比较高的 你觉得赤城鸿夜已经打了三加 四加二打了 四加二等于六 六场比赛了还没有人选 是觉得这张图难度比较大还是怎么回事 我觉得这个图难度是有一点的 因为他前面的路也很窄嘛 四个人的话也不好杀出去 所以都心绕不宣的 把这张图先放一放 然后适应一下舞台 那这一次啊 全国公开赛R42的舞台 其实对于你们来说 如果要能拿下的话 那就叫做卫冕冠军 有没有信心 有 有信心 好 那期待你们的表现 再次感谢爹老板接受我的采访 接下来我们稍值休息 下场比赛马上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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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场比赛马上回来